各大医疗工会在今天是前往立法院 号召全民参与22号将举行的医疗劳全大游行 呼吁政府要承诺改善第一线医疗人员的职场困境 而卫福部长薛瑞源就回应 会在了解工会的诉求来进行整体的考量 结合10月万圣节把卫福部形容是吸血鬼 各大医疗工会联合欧洲 要在10月22日举行医疗劳全大游行 呼吁政府承诺改善第一线医疗人员的职场环境 不要再推出治标不治本的政策 疫情趋缓 护理人员出走筹却不见改善 各病房的护病比仍然居高不下 工会认为唯有将合理的三班护病比标准入法 才能够保障基层护理人员不过牢 现行的数字早就已经都美化失真 卫福部护理及健康照护司回应 与今年一月相比 护理人员职业人数已经增加大约两千三百人 接下来也将分短中长期解决护理人力流失的问题 目前国内护理人力实际职业率只占大约六成 这场被形容为地域职场嘉年华的游行 再一次凸显医疗人员所面临的困境 10月22日当天将后周千人绕行抬斗等地 再回到立法院 希望政府回应医疗人员的长期诉求 记者朱凤之中健刚讲龙翔台北报道